应该说窦英是一个私心不重的外戚重臣 立处平叛服祖太子一心未攻 只是因为多次反对汉景帝废除太子刘荣 就一下子被景帝打入最不信任的朝臣之列 那么为了阻止景帝废除太子刘荣 不仅仅是太子太夫窦英 还有一位重臣也为此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他又会是谁呢 除了危机后窦英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重臣也为太子刘荣的被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平定无处七国之乱的守公者 调侯周亚夫 周亚夫也成了反对者之一 因为在当时无处七国之乱平定以后 朝臣中间说话最有分量的是 调侯周亚夫 魏姬侯都已 调侯魏姬侯两个最重要的大臣都反对 魏姬侯反对无效 魏姬侯请命驾 最后没有当上宰相 调侯周亚夫也反对 反对的结果是什么 反对的结果是景帝由此疏之 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汉景帝由此疏远了周亚夫 而更糟糕的是 周亚夫不但因为为废太子刘荣说话 被汉景帝疏远 还有人给周亚夫点眼药 所谓点眼药就是专门说周亚夫的坏话 谁呢 梁王刘武 梁王每次上朝总结太后说周亚夫多坏 为什么 因为周亚夫在平叛之初就给汉景帝定了一个总体战略 这个总体战略就是抛出梁国 让梁国给吴楚血拼 而吴楚军队就无法继续吸进 然后周亚夫派兵偷袭吴楚的梁道 这是商定好的总体战略 当然梁王在军事压力之下 要求周亚夫派兵 周亚夫不援 然后让汉景帝求救 汉景帝下令让周亚夫出兵 周亚夫还是不干 实际上汉景帝这个命令也不过是走走行事 骗骗他的弟弟 并不是真心要救梁王 因为汉景帝已经确定的军事目标是不可更改的 再加上汉景帝也想借着无主之君 在判断平叛的过程中间削弱梁国的军事实力 免得他弟弟将来伟大不掉 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 所以梁王刘武给周亚夫点眼药这件事情 没有得到汉景帝的响应 因为汉景帝也支持周亚夫的做法 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件事 造成了汉景帝 在费帝太子这件事情上 第二次和周亚夫造成激烈的冲突 这个冲突是怎么来的呢 是匈奴 匈奴的王 一个叫徐祖的匈奴王 带着五个高级将领投降汉朝 汉景帝就想封这几个人 同时为侯 汉景帝的做法是鼓励更多的匈奴的上层人物 投降汉朝 结果这件事情 周亚夫坚决反对 周亚夫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周亚夫也有自己的理由 说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主人 投奔汉朝 如果我们封了他 那等于是鼓励臣子不忠于自己的主人 周亚夫提的意见是道德 汉景帝的主张是利害 汉景帝觉得从利害的角度讲 我封他们五个人为侯 可以引诱更多的匈奴上层投降汉朝 这个话有没有道理的 有道理 这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讲的 而周亚夫讲的有没有道理 周亚夫讲的也有道理 周亚夫讲的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二则各有其所取之处 但是这件事情最终是汉景帝的意见得到了执行 因为汉景帝是皇帝 他拥有最后拍板的权利 他拍板支持这种做法 所以这样一来 周亚夫给汉景帝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我们前面讲过魏纪后杜英 因为反对景帝废太子刘荣 最终没有当上宰相 而这一次 周亚夫又在两件事情上得罪了汉景帝 一个是废太子刘荣 第二是封匈奴五位相将 两件事情上得罪了汉景帝 所以汉景帝中原三年以有病为由 免了周亚夫的宰相 两个立有大功的人 都是因为在太子刘荣这个问题上得罪汉景帝 先后一个是失去当宰相的机会 一个是当了宰相以后又被免去宰相 所以这个费力太子这件事情 在景帝朝确实是一件大事 它影响到两大功臣的前程 谢谢大家 没有